一旦在生理实验水市 手术急诊住院的必施品 现在国内各大医院 却爆发输液危机 然而看到食药署目前的 缺药因应措施 只设置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 由受理厂商跟医院 通报第一线缺药品项 基层药区担心预防效果有限 恐怕沦为公告栏 只能示警却没有实际作为 缺药平台没办法解决 所有的缺药问题 全世界短缺的 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协调 比如说专案进口 所以这个都会有一点点时间差 近期缺的还不止 永丰化学的输液 包含治疗白内障的 盐药水克林优尼 酱血糖药艾陀蜜 盐药水纸农敏艾特类等 也都已经短缺超过两个月 当时设置缺药平台的三大目标 解决缓解和预防缺药 完全没有做到 再加上近期大陆还台军演 要是担心若不幸发生战争 大陆封锁原料药进口 台湾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台湾有五成以上的原料药进口 都仰赖中国 我们希望当局应该要预先思考 如何在原料药的供应受阻之前 怎么样去提出一个应变 跟对应的措施 才不会在最坏的情况下 作困酬成 要是呼吁政府应设置 专责办公室 不要像输液一样 等到火烧屁股才来表度 记者张正明 曹本宁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